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近平竟然強調 活下去 當別人不給我們開門的時候 這個消息國內還沒有報導 馬斯克要把中國的特斯拉工廠搬走 深圳統租 B簽漲租金 引發抗議 官稱再緩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12號 星期一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竟然強調 活下去 當別人不給我們開門的時候 中共族書記習近平近日考察內蒙古強調雙循環 並指非避免鎖國 而是當別人不給我們開門的時候 我們要自己還能活下去 並稱 中國要靠高科技 自立 自強 習近平近日在內蒙古考察 中國官媒《人民日報》10日看出考察及專題座談會計時 計時報導 習近平7日前往呼和浩特市的中環產業員考察時表示 在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狂風暴雨驚濤駭浩浪中 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 習近平指出 構建新發展格局 首先要把國內大循環搞好 這是治本之策 而雙循環不是要閉關鎖國 而是當別人不給我們開門的時候 我們自己還能活下去 活得更好 中國敞開大門 誰來與我們合作都歡迎 經濟全球化是大道 大家合作共贏才是最好的 近平強調 現在中國要靠高水準科技 自立自強 構建新發展格局來攻克科技難關 他談到新形勢下的復興之路時批評 一些國家要搞霸權 搞壟斷 想讓我們當附庸跟著跑 中華民族一定要復興 要繼續攻堅克難 再上層樓 面對中美貿易戰以及地緣政治角力 習近平去年在20大報告時 宣示包括中國是現代化在內的未來執政理念 其中眾所矚目的經濟發展領域上 習近平報告重申了加速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即增強國內大循環內動力和可靠性 也提升國際循環品質和水平 同時 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製造強國則放在加快建設的首位 此外 習近平今年5月30日下午 以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身份 主持召開20屆中央國安委第一次會議 輝中也強調 當前中國面臨國家安全的複雜程度 艱鉅程度明顯加大 要準備經受風高浪急 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這個消息國內還沒報導 馬斯克要把中國的特斯拉工廠搬走 特斯拉老闆世界首富馬斯克 剛在中國的訪問回到美國沒幾天 就在很多人還沉浸在中美貿易形勢要有所緩和的喜悅中的時候 今天在美國卻傳來一個消息 據美國媒體報導 特斯拉要求中國的電池和零部件供應商 把相應的生產線轉移到墨西哥去 這個消息日前中國國內還沒有報導 作者老瑜有話說 撰文說 也就是說 馬斯克下一步的重點佈局 已經要安排在墨西哥了 事實上 早在今年4月份的時候 墨西哥外交部長就在一個視頻裡就說過 特斯拉將在墨西哥建立一個耗水量最低的 世界最大的超級工廠 而特斯拉方面隨後也宣布 在離德克薩斯邊境不遠的墨西哥一側置地現場 初期投資50億美元 這將是特斯拉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個電動車組裝超級工廠 這幾天 美國媒體還公布了一個消息 由於墨西哥出口到美國的貨物暴增 德克薩斯州跟墨西哥的邊境小城市拉雷多 已經成為美國最大貿易口岸 超過了洛杉磯 芝加哥和紐約 這說明美國進口的方向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而數據顯示的也是這樣 最近幾個月 中國的進出口的數據裡 除了汽車出口以外 其他出口數據是全部處於下跌的情況 而汽車出口增加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出口俄羅斯的汽車大幅度增加 這個就不細說了 原因你懂得 中國固然有成本和產業鏈完整的優勢 這也是這麼多年中國改革開放積累下來的家底 但墨西哥的優勢也很明顯 他們離美國近 勞動力情況也不錯 供應鏈也相對完整 而且語言和制度和美國接近 目前 世界所有的汽車大廠 歐美日等產品都已經在墨西哥開設了工廠 墨西哥現在的汽車產業鏈也很完整 最近 美國還通過了一個通脹削減法案 加大了對新能源汽車等產品的補貼力度 但這個法案規定 只要是在北美生產的汽車都可以享受優惠 所以這也是特斯拉在墨西哥開場的重要原因 特斯拉要求在中國的配套企業前往墨西哥 雖然表面上看是個不惜言的小事 但背後折射的可能是未來世界製造業中心向何出去的重大問題 深圳統租B簽涨租金引發抗議 官称暫緩 近日 深圳市政府啟動了城中村統租改造的行動 隨即引發巨大爭議 這個項目的操盤手深圳市安居微堂住房租賃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安居微堂 隨即在其計劃統租的城中村展開了逼迫原租客搬離的行動 深圳南山區是深圳房價最高的區域 而位於南山區北面的白芒村 是這次政府重點改造統租的城中村之一 白芒村有583棟房屋含林建 租戶大約2萬人 這次的改造統租計劃由白芒村綜合整治項目指揮部負責進行 最近 南山區白芒村多棟居民樓貼出了公告 讓居住在白芒村的住戶限期搬離 租客們紛紛在各大平臺哭訴自己的遭遇 其中反映最強烈的是 一旦被迫搬遷後 還在上學的孩子 將無法繼續在原先就讀的學校繼續讀書 據《鳳凰網》微克里地產欄目6月10日的報導 有白芒村的村民透露 幾天前曾有大批身為學生家長的租戶 聚集在項目指揮部門口抗議 反對當地政府的同租計劃 租客們反映很強烈的另一個問題是 租金將大幅上漲 據報導 白芒村以往的單間租金多為1,000元以下 吸引了許多在南山工作的年輕人 地鐵13號線東宮後 去年底 村立京莊單間的價格雖已漲至1,500元 但普通房間的租金還穩定在1,000元 官方宣布要統租以後 租戶們最關心的是 統租以後 如果自己再扳回來住 租金會不會大幅上漲? 深圳官方聲稱 統租改造後 單套租金與改造前基本持平 個別房因改造成本高 而造成租金小幅上漲 漲幅也不會超過原有租金的10% 然而 民眾很快地就發現實際情況就並非如此 一名叫寬書雜談的賬號近日發文稱 自己在白茫村的一套房屋被政府統租了 加上補貼之後 比自己原先租出去的租金高兩倍以上 許多租戶有此推斷 如果他們想在改造後返回白茫村居住 成本至少會再增加兩倍以上 由於反對聲浪十分強烈 目前白茫村綜合整治項目已宣布暫緩 在中國問答平臺知乎上 作者葉綠肖發文分析指出 城中村原本是深圳市許多外地打工人的第一站 在這裡平價餐廳 超市 按摩店 洗腳店 理髮店等個體戶等 已經形成了一個由底層打工群體組成的龐大的生態系統 如今 統租房的改造將徹底打破這個生態系統 官方只考慮到了房東和房企的利益 對租戶家庭的利益和感受 則全然不顧 對此理由 跟前件不見 出雲子這樣子 會想說的,好看 你的小前件 預算 讓你尋找了 我們要請問一下 謝謝大家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要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